哈喽,小朋友们,我是安妮塔老师 如果今天有一瓶药水 喝下去就能得到神奇的力量 你会希望得到什么力量呢? 安妮塔老师希望能够得到 不管几岁看起来都能依然年轻又美丽的药水 毕竟女人啊,最怕的还是变老又变丑 今天,安妮塔老师准备了一个故事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故事叫做神奇药水 拉姆原本是某个国家的大臣 因为他之前曾经欺骗国王 所以国王将他的土地和财产全部没收 并赶出这个国家,永远不能再回来 拉姆只能不断地在世界各地流浪 最后来到了一个村庄 虽然拉姆已经决定改过自新 不再做坏事 但是他也只能过着非常穷困的生活 没有目标的一天过着一天 这天,拉姆在森林里想找些野果子来吃 遇到了一个穿着非常华丽的老人 老人看到拉姆无精打采的样子 便说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呢 我是医生 可以替你治病 拉姆说 不是的,我不是生病 而是因为没有吃东西 才会这么无精打采的 而且我也想要找工作 却又一直找不到 让人说 哦,原来如此 刚好,我也想要收一个妥弟 既然这样 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徒弟 将来当一个医生呢 拉姆一听 很高兴地一口答应 并住到老人的家里 开始学习 这位老人 对拉姆就像对家人一样亲切 有一天 老人说 我知道 如何制作全世界最神奇的药水 如果完成了 我和你将会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 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合作呢 拉姆听到 拉姆有可能会成为大富翁 开心地不断点着头 老人说 但是啊 要制作这种药水 并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这个药的材料 很难得到 拉姆问 那么材料要怎么拿到呢 老人说 在离这里不远的 那个国家里的一条河中 才能找到这种材料 如果对那条河不是很熟悉的话 是绝对无法拿到的 老人说的那个国家 就是拉姆之前 因为欺骗国王 而被赶出来的那个国家 因为拉姆本来就是那个国家的人民 所以他对那条河非常熟悉 但是因为他是被赶出来的 如果他偷偷地回去被发现 一定会遭受到更严厉的处罚 但是拉姆想到 如果要完成了 就能成为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了 所以他还是决定 答应老人的请求 偷偷地回去 老人开心地对他说 在那条河最深的地方 住着一条白蛇 在月圆那天 这条白蛇就会爬上岸 并且躲在一块大岩石的下面 你要趁这个时候 把他抓住 带回来 而他 就是这神奇药方的最好材料 于是 拉姆便偷偷地回到 他以前居住的国家 并按照老人的指示 在月圆那天 躲在河流旁的一棵大树底下 等待白蛇出现 到了晚上 真的有一条白蛇爬上岸边 并躲进一块大石头的下面 拉姆心想 一定就是这一条蛇了 拉姆马上跑出去 要抓住那条白蛇 可是白蛇很机灵 一看到拉姆冲出来 便立刻逃到河里去 等到下一次月圆的时候 拉姆还是失败了 可是他却一点也不灰心 就这样一天过一天 最后他终于抓到了那条白蛇 拉姆赶紧把那条白蛇 带回去给老人 当老人拿到那条白蛇后 他的态度却变了 变得不像以前那么亲切 态度变得很冷漠 简直是判若两人 有一天老人对拉姆说 你把这条蛇放进这瓶药水里 它将会与药水融为一体 然后再将它倒进一个小罐子里 记得不管发生什么事 不能让人看到这瓶药水 也绝对不能喝到肚子里 不然 你会马上没命的 知道吗 拉姆依照老人的话 在一个不会被人看到的地方 将药水倒进小罐子里时 不小心将药水滴到了手上 他一时之间忘记老人所说的话 习惯地用舌头 舔粘在手上的药水 等到舔完后 才想起老人曾经说的话 拉姆害怕地想 糟糕了 这个药水不能喝到肚子里 会没命的 我怎么会忘记呢 糟糕了 拉姆害怕地坐立难安 但是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过去了 拉姆还好好地活着 不仅如此 拉姆突然发现 他的眼睛怪怪的 不管东西藏在哪里 放在什么地方 他都能看得非常清楚 就像是装在玻璃瓶里一样 正当拉姆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时候 老人走了过来问 都弄好了吗 你应该没有喝到药水吧 拉姆说 我 我已经全部装进小棺子里了 而且 我一滴都没有碰到 拉姆为什么要说谎呢 因为他竟然可以听到老人心中在想些什么 原来老人的心地其实很坏 以前会对拉姆很好 是因为他要叫拉姆去帮他抓那条白蛇 但是既然现在已经抓到白蛇了 就不再需要拉姆了 老人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要怎么除掉拉姆 让自己变成大富翁 拉姆心想 这个药水 这么神奇 千万不能落在这种坏人手里 当天晚上 拉姆便偷走那瓶药水 并逃离老人的家 拉姆实在没有地方可以去 他想到上次 偷偷跑回自己的国家 并没有被人发现 所以他决定 再偷偷跑回去一次 当拉姆回到他的国家时 正好他们的国王生了很严重的病 大家都非常地担心 全国的医生都被叫来帮国王治病 但是没有一个医生能够治好他 于是国王便对所有的人民说 如果有人能够治好我的病 我将会好好地赏赐他 拉姆一听到这个消息 立刻乔装打扮成一名医生 近到皇宫说 请让我帮国王医治看看好吗 虽然拉姆很怕被人发现 但是他也不希望看到国王的身体 一天比一天虚弱 所以他还是决定帮国王看病 因为他的眼睛有神奇的力量 马上就看到在国王的胃里 有一颗像橡皮球那么大的玻璃珠 只要把这个玻璃珠拿出来 国王的病就会好了 拉姆对国王说 国王在治病的时候会有一点痛 请您一定要忍耐 接着拉姆就用手在国王的肚子上 用力挤压 玻璃珠开始往上跑 接着他把手放在国王的胸口 用力一压 玻璃珠就被国王吐了出来 当玻璃珠吐出来之后 国王立刻觉得身体不舒服的感觉 都没有了 国王说 你真的太厉害了 居然能把我的病给治好 医生 请告诉我 你想要什么样的赏赐呢 拉姆回答 我只希望国王能够原谅我一件事 国王一脸疑惑地说 原谅你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拉姆一脸坚定地说 其实我就是从前欺骗过您 而被您赶出去的大臣 拉姆 我想请求您的原谅 现在的我已经改过自新了 也对天发誓要重新做人 希望您能给我一个机会 国王说 国王说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相信你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欺骗我的拉姆 所以 我决定再给你一次机会 让你重新回来当我的大臣 作为给你的赏赐 小朋友们 像拉姆这样 虽然做错了事情 却愿意诚心地道歉 请求原谅 是一件非常可贵的事情 我们有时 往往只会埋怨别人 为什么要生气 却忘了检讨自己 是不是我们哪里做错了 才会让人家生气呢 当然 如果是别人做错了事情 我们也要像国王一样 再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 毕竟 我们都会有不小心做错事情的时候 无论是大人 还是小孩 都一样哦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